大家好,欢迎收看星哥实验室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 夏天的时候呢 星哥借到了一台OPPO的RENO4 PRO手机 并且对它的影像系统进行了系统的评测 那么这次呢 星哥又得到一台小米10青春版手机 那么他俩之间能不能碰出什么火花呢 有很多朋友说呀 小米的手机性价比非常的高 尤其是影像系统的性价比 能够达到一个越级挑战的效果 那么他俩呢,差了将近一千块钱 正好是一个越级,对不对 那咱就拿这个小米10青春版和OPPO的RENO4 PRO的影像系统 进行一次对比评测 影像系统呢,只占手机性能的一部分 甚至是一小部分,对不对 所以说人家贵的手机呢 肯定也有贵的道理 比方说这个OPPO这个 我只评价它的影像系统 咱们不看参数,不看底多大 就是实战,好吧 我们先从照片开始 超广角镜头存在的最大意义啊 就是它一定要足够的宽广 容纳进更多的景物于一张照片之中 以营造更加强烈的视觉冲击感 在这方面啊 小米的这颗超广镜头 的确是名副其实啊 广角的优势非常的强大 那么就算OPPO这边的色彩调校的比较的讨喜 也不能够改变它广角不够广的这个劣势啊 所以我还是觉得小米这边优势更大一点 主摄呢 双方的成本投入的都比较大 硬件也都不错 所以看起来呢 虽然OPPO的这个整体的观感略好 但是小米也不差 而且小米这边的风格呢 实际上是更加贴近于当时的真实的一个感觉啊 那么细节方面双方的表现都不错啊 都有很好的细节解析力 但是边角方面呢 确实OPPO这边的表现更好一点 小米右边这边啊 它的这个畸变比较的明显 而且色彩也过于偏暗了 所以整体来说呢 二者相差不多 OPPO这边略占优势 长脚这边呢 OPPO只给到一个两倍的光学边胶 而小米呢 给到了一个五倍的光变 所以小米肯定是占优势的 OPPO呢 为了弥补自己这个脸势 给到一个五倍的混合长焦 也就是加了这个数码变焦吧 所以当放到百分百元大的时候呢 OPPO这边肯定是有一些锐化的痕迹 暗部的噪点也略多一些 但是呢 整体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而小米这边的五倍长焦 它却显得有一点模糊啊 细节不够 你看OPPO这边 它还能保留一些质感 所以我觉得这个OPPO调教的是很好的 小米这边没有调好 那么前置摄像头 OPPO这边呢 色彩稍微偏黄了一点啊 小米这边表现稍微好一点 但话说回来啊 前置嘛 毕竟不是成本投入的重点 放大之后细节都不是很好 重点还是这个主摄和超广这一块 那么来到室内呢 在光线较暗的情况下呀 小米的这个边角的噪点明显要多一些啊 所以看得出来啊 也许还是受限于成本吧 小米的这个超广镜头的底儿 肯定是不如OPPO的好的 补充一点 现在很多手机啊 都有非常复杂的这个调节选项什么的 还有一些专业模式 对不对 但是啊 我们从实战出发呀 基本上 我们拿出手机的都是拿出来就拍嘛 很少有人去进行复杂的设置 进行这个选项的这个调节 更很少有人去用专业模式啊 所以如果你有研究的这个精神和爱好的话 你就自己去研究 那我本着大部分人的使用习惯来说啊 拿出来就拍 你们不都宣称有什么AI智能功能 能够自动的识别一些场景吗 哎 就是考验你们这个智能识别的时候到了 接下来啊 我们来到室内灯光环境下 继续对他们进行对比啊 那么在5倍混合长焦和5倍光学长焦的对比下呢 OPPO这边啊 它的这个色彩更好 亮度也更高 但是呢 确实画面显得有点软 而且噪点确实是更多一些 还是小米这边略好一点点吧 把灯也关了 非常暗的情况下 二者表现实际上相差不多 但是OPPO这边的色彩更好一点 而且呢 你把它放大来看 OPPO这边的色彩更加的纯净 暗部呢 也没有出现明显的噪点 物体的边缘也还很锐利很锋利 相反的 小米这边一个是高光 有明显的溢处 然后噪点也比较的多 显示出这个无论是 噪点的压制 还是细节的描绘啊 还是OPPO这边更好 你看它墙上的细节还在 小米这边已经糊了 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来到室外 对着太阳派啊 看一看他们这个镜头前组镜片 对防眩光的这个表现怎么样 很明显还是 差不多这个啊 那么主射这块啊 很明显 OPPO的这个防眩光能力更强 小米这边的光斑 就比较的明显一些了啊 微距对比 看起来小米这边呢 优势非常的大 但实际上啊 小米这边的照片 它是非常的小的 1200x1600像素 微距它就能拍这么大照片 当你把两张照片都放到原大之后 你就会发现 二者的差距并不明显了啊 而且还是OPPO这边的色彩更好一点 整体来说呢 差不太多吧 反正微距大家用的也比较的少 然后呢 我们再来到这个全像素模式啊 因为他们都是号称有4800万 总之啊 我就把他们的像素看到最大 然后看他们的细节 OPPO这边细节啊 有点拉胯啊 有点拉胯 小米这边的全像素模式 细节表现的还是比较细腻的 最后总结一下啊 OPPO Reno4 Pro 大部分镜头的色彩都比较的淘喜 但也有点用力过猛 具体来说 主摄的综合实力很强 暗光表现尤其好 而且边角画质不拉胯 但全像素成像效果不佳 超广角镜头不够广 就算画质相对不错呀 也不能够弥补这个硬伤 长焦方面硬件给的不够强 五倍混合变焦的画质 其实还说得过去 也能保留部分的质感 前置摄像头呢 略为偏黄一点 应该通过后期的升级改进一下 小米10青春版的橙下风格 比较写实 但好像走入了另一个极端 过于真实的结果就是观感较差 具体来说 主摄的综合表现还是不错 全像素成像非常的细腻 但边角成像和暗光拍摄不够理想 超广角镜头足够的宽广 优势明显 只是对光线的要求比较高 长焦呢 给到五倍光变 考虑到它两千出头的价位 这是相当超值了 但长焦成像的清晰度不够 细节表现力欠佳 希望后期推出新的固件 把这颗镜头的实力充分挖掘出来 前置摄像头的拍照 效果也还可以 那么问题来了 两部手机的拍照性能 你觉得哪个更行 哦